來關心天氣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的 金植代表春天來了 萬物從冬眠中覺醒 接下來會漸漸的回暖 不過短時間內 要聽到春雷恐怕還是有點難 因為台灣的整體環境偏乾 各地都是非常晴朗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來看 雖然一早最低溫出現的苗栗頭屋 只有5.7度 不過白天溫度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各地的高溫可以來到22到25度 中南部靠近山區的地方 還會再更暖和一些 西半部就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這個星期的天氣都是相對穩定的 最後要提醒大家空氣污染的部分 中部以南 因為這個會在下風處 所以污染物都容易累積 所以中部雲家南高屏以及外島 都是橘色提醒 外出最好還是把口罩戴好 江蘋果